雷尾聊世界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瑪雅人特色 瑪雅人特色呢 是他的弓兵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槍兵呢 是正常全滿的 他的老鷹呢 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老鷹文明 只要點下黃金果之後 瑪雅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資源採的時間可以再更久一點 所以打到中後期焦土的戰時候 黃金跟石猴都可以比對手還要再更多 打出自身的優勢來 那接下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這個特色 那保加利亞人的特性呢 是他的肉碼造架是 欸 造架是一樣的 不好意思 他的肉碼是遊戲裡面的 攻擊速度最快的肉碼文明 有這個馬凳技術 保加利亞人他的騎兵是他的主力 包括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還可以下馬繼續打賽 那中後期呢也可以考慮轉這個馬攻 去做為主要輸出也是ok的 有拇指環跟安血人戰術也有三級射 但值得一提是他沒有這個弓兵的升級 所以封建時代不要按太多弓兵會比較好 那封建時代也可以多出弓兵 但是不要超過8到9隻以上 分子有點太多 那後期呢也可以打這個雙手劍兵 那這個雙手劍兵呢是會自動升級的 所以保加利亞人呢其實很適合封建時代 就開始按這個棒棒 那棒棒按上去之後呢 封建時代就會變成裝甲步兵喔 也可以做個前壓也是不錯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地圖看起來保加利亞人是比較難受的 這個黃金都是在一個正前方的位置 連祖金也是 那如果能成功大圍的話 把這個地方圍起來喔 那就會比較好守一點 那不管怎麼防呢 這個要圍的地方都很大喔 這也要說好圍喔 也是有點太好圍 那小圍的部分的話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大圍的話一定是要耗費很多資源喔 小圍看起來也是喔 好那卡布奇這邊的地圖黃金問題是還好 有一塊在後面喔還蠻舒服的 這裡甚至可以開TC喔 那這邊地方也是跟保加利亞一樣問題喔 黃金也是在野外喔 好那看起來卡布奇的地圖 看起來是比較好打一點的 那小圍的話也很簡單喔 這裡圍然後這裡再圍到底 或是這裡圍下來 好圍下來都ok 都直接圍正面就行 好那卡布奇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第三條路也要趕回去了 那保加利亞人現在的狀況來看一下 哎唷入洞已經趕完了 看來兩邊都是要打一個前期快攻了 沒有人打直撐 那保加利亞人呢 他的打法前期喔 會比較需要使用自己的肉碼 或是打這個棒棒開局或者優勢喔 攻兵的流程喔 基本上是不用太去防守的 除非對手保加利亞人 轉出三攻兵或四攻兵 然後轉毛兵喔 這個打法是保加利亞人 需要注意的喔 如果你遇到你的對手是保加利亞人 四攻兵轉毛兵 然後弱馬棒棒開喔 這些都是很可怕的他的流程 好看到了保加利亞人 這邊是直接三棒棒出門 然後直接升到封建時代 裝甲步兵已經跳上去了 ok一升上去點下了一擊伐木 這裡攻兵已經要準備出產了 有可能是直接按毛兵喔 棒棒轉毛兵 ok棒棒轉毛兵 沒問題 瑪亞這邊的流程呢 是沒有按老鷹的 而是決定要直接轉射箭場 一定是自己的主要的優勢 冰種 好保加利亞人不為家 選擇了一個前壓打法 他這個地方真是不好耶 好這裡五個人 按一下採礦地 好毛兵照也防守 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幫忙輸出 砍破了這個木牆 好後面這個箭塔又建起來了 哇這裡火力有點強大 好這根箭塔建好之後 木區是安全的 但是黃金還不是很安全 好保加利亞人決定要從後面進攻 好開始轉了一些 毛兵出來了 這裡只有工兵不太行 還是需要到你毛兵 好我們可以看到 保加利亞人這邊配兵主持喔 非常的兇喔 3裝甲配上5隻毛兵 這就是裝甲配毛兵的優點喔 你的毛兵可以cover住你的裝甲步兵 有一個安全穩定的輸出環境喔 可以反擊對方的工兵阿 那我覺得保加利亞人這邊比較兇的是喔 所以一攻一防都點下了 但還好保加利亞人的兵工場的工坊喔 都是肉類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點下去的壓力是非常小的 好直接打出一攻一防的優勢殺了進來 這一波要看一下能不能做到更多事情 那瑪雅人現在只有毛兵防守 應該還行 但是數量有點劣勢的狀態 中甲步兵過來了 要小心怎麼拉走 先往後拉了一下 那其實有個打法喔 這邊也可以直接拉一個牆過來防守 但是這邊沒有防守 反正是被砍掉了一村 手殺是由保加利亞 拿下了一村 哈布奇這波有點小小失誤 因為這邊其實可以圍防子圍過來 跟果雞一起圍的 那這樣子要守地方 就只有這個地方 也不會被入侵進來 明明你都知道對方走進來了 卻沒有圍防子 好這個算是卡布恰的一個 喔卡布奇 喔不是卡布恰 哈哈 他的一個小失誤吧 我覺得 應該是能來得及為好了 好那對手現在 可以瘋狂的在這邊騷擾 算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那瑪雅人這邊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老鷹阿 或是按更多的毛兵出來 現在保加利亞人這邊要支援 自己左邊的兵力喔 是不可能的 這個洞已經堵起來了 所以現在要再從別的地方進去幫忙才行 好先點掉最後一隻裝甲步兵 老鷹上前先打 後面這隻裝甲標先擊火 老鷹回頭打一下爐騰了 好槍兵沒戳到 直接倒地 OK裝甲步兵終於搞定 剩下單位用老鷹就能搞定了 好出老鷹 開始 先把螞蟻給點掉 這隻老鷹是一開始刺猴 沒有進入攻擊模式 在田地發展裡一下 OK之後老鷹解決掉這些毛病 但是卡布奇還是被騷擾到了一點 所以支援量看起來不是那麼的美麗 保加利亞人這邊有做到一點事情 潛壓這個射箭材還不錯 好 好那保加利亞人這邊點下了一擊 一挖金 轉出了雙馬舊 城堡時代已經點下了 哈布奇這邊還沒有辦法升時代 感覺是有點稍微落後了一些 好那現在過來 欸毛病過來防守一下 好那不是防守 進攻一下 好那兩人準備提升齁 騎兵科技了 品種跟防禦 他會應該是要走一波騎士爆 黃金挖的有點多 九個人在挖金了 好那雷子後面過來打一下 騎士先按個幾隻 好補了一個TC 圍一下 唉唷這邊圍可惜了 還好現在是封箭時代 老鷹傷害只有4點 打這個村民也還好 不會爆血 好一升到城堡時代 這個老鷹血量 這個攻擊力才會變得很痛 好老鷹在封箭時代遇到騎士 完全打不贏 直接被騎士給踩了過去 好馬爾人也點下了一攻 加利正面也維號 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待會就會來招響 保加利亞這邊的騎士了 好保加利亞這邊騎士給壓力 分動技術也補下了 好對方槍兵出來 馬爾人這邊槍兵 洞裝長槍兵 還有15秒左右時間 好去砍 好整理出來了 騎士可能不能繼續輸出 而且有重裝長槍兵的 喔喔這裡危險喔 好快跑掉 保加利亞現在看起來 3TC還沒有辦法開下去 現在補了這根劍塔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補TC 趕快來挖石頭 終於來挖了 好騎士這邊抓到了一村 後面奴炮一出來 直接被槍兵給戳爛 頭子車也是 這個頭車跟奴炮 直接被槍兵戳到頭破水流 好保加利亞人這邊 鋪位技術加上新騎兵喔 都已經點了上去了 好大良長槍兵直接尾 在比魚 看來沒有辦法繼續研發 好臭兵趕快繞袍 欸沒有被抓到 好3TC也補下 再卡不取 散漫也轉出了3TC 繼續農上去了 好騎士來一波 抓牢 直接硬抓 抓掉了一村 差點兩村 好砍掉一片田 後面手裡過來 要撤了 好槍兵差一點 就可以戳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兩隻騎士兵過來 沒有直接硬上 哇 結果直接沒空好 撞到了槍兵身上 然後戳到了極點傷害 看起來 他不去防守還是做得不錯 有槍兵配僧侶 保加利亞的騎兵流 就不用那麼害怕了 保加利亞人這邊親騎兵 可能要再多按一些才行 這個僧侶的數量是真的有點多啊 那如果這邊親騎兵按太多的話 大會生帝王時代喔 又會慢了很多 這裡繼續追給你壓力 騎士繼續繞幹 好現在家裡看起來蠻穩的 在高地補了一根城堡 兩家門口就可以安太了 那待會這個黃金也會比較好挖一些 好保加利亞人點一下帝王時代 好點帝王之後 我們有選擇去升清起兵 先點了一些輪柔技術 其實上前又看到對方槍兵在門口 好那現在又趕快在補 銀類 OK有補了 大家兩個銀類 鎖在這裡 好直接搓成人 好聰明這裡又抓到兩隻 保加利亞這一波打得蠻漂亮的 兩村屋出還有領先喔 這支支援上也是 支援上也領先了一千三左右 好這時候才點下二級伐木喔 那保加利亞人這裡要不要投資一下一個二級農田呢 唉唷選擇了 劍兵路線 哎呀特別了這個 走劍兵自動升級 然後直接點金罐 血液科技 增加步兵的防御率4點防御率喔 超級坦的 血液雙手步兵 那馬爾人對步兵單位喔 本身來說就不是那麼有優勢喔 畢竟沒有這個劍兵勇士 但值得一提的是喔 他有這個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呢 對步兵是加兩點傷害喔 所以他打這個 血液雙手劍兵的話 可能怎麼射都是一滴血喔 但是有天生加兩點對步兵喔 所以一下是三滴血喔 唉唷 這個寶加利亞居然直接轉 中頭 復兵轉中頭 有想法 OK 要補了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要蓋的很久喔 好 變兵現在越來越多 好現在防御來到了1加5 遠防6點 但還好 這邊寶加利亞是增加近戰防御力喔 這個血液可解 所以羽毛劍射手 其實射雙手劍兵喔 也是很痛 這樣是3點 射一下有3滴 再加2滴 一下5滴 這個DPS還不錯喔 還是可以接受 欸不對喔 只有4滴而已 羽毛劍射手只有9點傷害啊 再射一下是3加2 3加2 5滴 欸好像是5滴欸 好 好 現在頭車過來開砸 哇直接砸死了一堆村民 村民本來是想要來修理 結果巨頭直接爆炸 村民也爆炸 單挑的時候出頭車壓力非常強 而且瑪雅為什麼這裡不能反擊呢 是因為瑪雅她沒有救贖思想 這就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頭車一出來 完全燒不到 而且瑪雅要打贏對方的工程器 可能就只能出老鷹了 出雙手劍兵沒什麼未來 出老鷹跟羽毛劍射手 可能還是比較好一點喔 畢竟自己的老鷹呢 血量有100滴血 不然就是自己要轉頭車了 單跟著一起轉頭車速沒那麼好 喔這邊大蟲車直接擴散傷害 打到後方的巨型頭刺 這裡一頂 直接頂掉了巨型頭刺 這裡又一台 衝車過來 砸了一發 大量羽毛劍射手倒下 地盤 阿梅成功 羽毛劍射手往前 好現在砸了一發 砸在農田裡面 好這邊雙手劍兵 下車了 箱形車戰術 很有用 哇這個大衝車 一直頂一直頂 這三台巨型頭刺 這三台衝車還是解不掉 這三台衝車還是解不掉 這塘寶看起來是失手 好大量的槍兵 加羽毛剩射手 趕快過來解救一下 這邊的雙手劍兵造成傷害 好 塘寶拿下 現在 三台巨頭 開始要來進攻下方的 塘寶了 在瑪雅人這邊也是造了三台巨型頭刺 過來 但是衝車又來了 衝車再來的話又很危險 要不要撤呢 巨頭要來了 當兵趕快擋 喔一下 兩下 很可惜 第三下出不去 頭車再砸到一發 哇 這個頭車砸得漂亮 又砸掉了一台巨頭 後面城堡已經被四台巨型頭刺 直接砸掉 保加利亞這一波的雙手劍兵前壓 尻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哇 劍兵流 太狠了 好 那羽毛劍射手 反擊能力也是不錯 現在瑪雅只剩下之後一根城堡 欸兩根 這個城堡要是都沒的話 就沒有羽毛劍射手 沒有羽毛劍射手的話 對於保加利亞人就會好打很多了 OK 那現在的情況 對於保加利亞人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甚至連重型投石車也點下了 這就是 科技半價的優惠嗎 好 好 現在重頭也有 一發就是一坨工兵 又來了嗎 好 打了一發 紐於判成功 走車過來 回頭打一發 離退 好巨頭再來 巨頭再來 差一點都拍到了 要是被這個隱石樹打到 真的是會頭破血流啊 這個算是保加利亞素重頭 劍兵流了嗎 感覺很像 助重頭 又配劍兵 瑪雅這裡要打贏 人出老鷹 但老鷹又打不贏雙手劍兵 但是待會協議科技點下之後 老鷹又會很難受 所以 哇 重頭面前 眾生平等 好 但是只要能優勢交換的話 就不會有平等這個問題了 好 瑪雅轉出了老鷹 還是得轉老鷹呢 好 趕快繼續工程給壓力 不能給瑪雅太多時間喔 好 把這個羽毛巾射手給農起來 好 鷹罐技術點下 馬登 保加利亞人 轉出了大肉麻 準備要來多線分推了 好 這女生在補了更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把COPCH當成電腦再打了嗎 填壓衝車瘋狂亂頂 好 四台巨頭 工程速度之快 好 應該是 拿下來了 火車找一發 沒有找到 哇 大量的羽毛劍射手 直接倒地 好這一波老鷹衝到後方 巨頭被換掉兩台 頭車沒空好 就很容易誤擊隊友 自由軍快停火 洞頭就是 這麼尷尬的戰衛 火力長 那也會打到自己人 好 OK 現在 非常尷尬 巨型偷襲 繼續壓制當中 29隻的雙手劍兵 預判 預判一下 哇 這個預判漂亮 老鷹直接被拍成肉米 我的天 後面兩台巨頭 要成功拿下了嗎 這個動作也還在頂 完蛋了 瑪雅之後一根城堡 全部被頂爛跟頭爛 HOPCH 這一波是不是量掉了呢 好 老鷹終於抓到巨頭 應該是重頭 重頭又被打掉了很多台 現在 瑪雅雅人 一台重頭都沒有了 這一波還在頂 這個是一直頂一直損 OK 紅車 完全阻止不了 好 轉出大洛馬 瑪雅雅人的銀罐也點了下去 馬登 好 羽毛劍射手 被肉馬追 傷害也是有點高 寶加利亞又補了一個銀壘 繼續給瑪雅人更大的壓力 瑪雅這邊的村民術也剩不多 只剩下102村 現在全軍出動 好 劍兵可能可以不用按了 現在轉肉馬 好就行 或是轉寶加利亞起兵也OK 好現在一堆肉馬開始追弓箭手了 好麻煩好麻煩 他不去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寶加利亞 LY 這個應該是L1天狼星他們嗎 已經不是天狼星了 LY戰隊中國戰隊的DA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沒想到 感覺 今年2024年 中國戰隊出了很多人才 就是以前沒什麼聽過的玩家 感覺在今年都冒出了這個頂尖的天梯裡面 感覺中國這次的戰隊 比以往還要再更強大一些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LYDAO的這位玩家 拿下了所有資源的勝利 4勝5也拿下了 最後出了125隻的雙手劍兵 加上15台重頭 拿下了馬拉人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不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